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美女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继续说国际地缘政治 以及中国的一些面临的一些故事 那么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从台海到红海 这边都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那么我们的势力范围 那么敌人总会想要搞点事 那么从这里到苏伊士运河 以南 红海 所有这一块 都是我们要参与的事务 地盘 你什么叫地盘 你有军力投诉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地盘 那么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我先讲红海这边的事 红海这边的事 美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它已经搞不定了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都要开始撤退 老编说过 伊朗不想让巴以冲突停火 就是要把以色列跟美国的国际声誉架在火上烤 架在火上烤 那么 所以说呢 中国对这边的情况呢 其实了路至少 你想 胡塞武装 它那些导弹 怎么能够 它没有卫星组网 它没有这个 这个军舰进行这个雷达的 这个 相控阵雷达的指引 它那个导弹怎么能够打中美国跟英军的这个 这个军舰 显然是中国在这里插手嘛 对吧 在文章当中其实有时候在网上文章当中你可以看到猪狮马迹的 对吧 有些网站上面发出来这些网站 说强调解放军在那边的这个动态 那么大家知道 现在呢 这个一月份经过红海的 这个国际的这些船只下降90% 什么意思啊 就是减少了90% 只有10%在这里跑 而这10%几乎全是中国的船 俄罗斯嘛 因为这边也没有什么船跑 主要就是中国的船 就10%中国的船在这里跑 就中国的船 按照整个百分比来讲 是100%了 而且现在很多航运公司 都什么 都看重商机 因为胡塞武装很明确 我不打中国的船 因为中国就是我他们的后台 后台大哥 盟主 盟主的船当然是不能打的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的现在的很多航运公司 加大对这一块的业务投放 然后呢 也现在也有一些在 因为霸业冲突不结束 这边红海袭击就不会停 所以聪明的中国人呢 有的在 很多里 有的船跑不了 那这样吧 我去注册 我终之来 来这个录注 到时候跟胡塞武装讲一下 这个船是我中国的 就OK了 很多船只 包括英美 以色列自己的船只 都在报中国的名字 对吧 就好像人家讲 对吧 人家讲 有些人他搞得定的 他说 你到哪里去玩 报我名字 签单 就可以了 走吧 你可以先回家了 我来搞定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腔调 就隔酒 所以说 现在百分之九十 全都是 就是说 我们讲 就是说 你主要是支持 以色列的这些国家 主要还是欧洲 日韩 美国的这些船只 不敢往这里跑了 去唠号望角了 对吧 去唠号望角了 你想想看 所以现在的 欧洲情况 是什么情况 现在中国呢 对待美国 就是什么 联合伊朗 俄罗斯 全方面来去打击他 所以现在呢 美国 这个国家安全事务主席 沙利文呢 在泰国找王毅 谈了 就是说 就是主动来找 中国来谈 台湾问题了 那就是说 台湾那么 就是打了个折 就卖 就卖卖干净嘛 之前还 扭扭捏捏捏的 没有一个准信 一会儿说好卖了 一会儿又不卖了 一会儿怎么样了 现在就来给个准信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 美国国内 德克萨斯州 边境的那个墙 联邦政府 要给他 不允许他们设墙 他们们要设墙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德州呢 又说 要求拜登政府 给他让路 现在美国德州呢 等这个共和党 又搞了一个 反对这个中央政府的 一些法案 对吧 俄罗斯的二号人物 梅德维歇夫也说了 美国将长期期间 进入到民间对立 对 这就是民间对立 民主的弊端 就是这个弊端 你去玩吧 玩到最后 你就是 天天就是 我们讨厌你了 你们讨厌我了 就搞到最后 就是很无趣的 所以我们从来 对吧 不会去玩这种东西 什么你们 哪里来 哪里来 去搞这个东西 一点也没有 所以说 美国现在国内的大选 特朗普 声势浩大 拜登他要保证民主党利益 拜登现在声势那么低 所以他一定是 以这今后 2024年这一年 就是以美国国内大选 为主战场 别的方向 他必须要放 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 他又不敢说 这个 哈马斯在这边搞 我现在他也要 这个国内的这些强硬派 实权派支持他 他也不可能说这里放 所以这里就是胶着 这里一胶着 对吧 红海这边 中东这边 拜登又不想大打 也不敢大打 再打不了大打 怎么办 就开始撤吧 这里的势力呢 就被打什么 被我们给什么 逼出去了 那么中国呢 对付美国 就是说联合俄罗斯伊朗 全凤凰去围剿他 就总体战 除乐战以外的 所有手段都在打仗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们讲 印度现在老乱兮兮的 印度呢 他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这个死 印度官员 下月将向菲律宾海岸海军陆战队交付导弹 组合多家俄媒和印媒报道 当地时间1月25日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主席 萨米尔卡玛特 在接受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信社采访之声 印度家在未来10天内向菲律宾出口波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地面系统 第一批导弹有望在3月前交付 ANI宣称 向菲律宾出口波拉莫斯导弹 是印度迄近为止 与外国签订的最大国防出口合同 2022年1月 印俄核资企业 波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 与俄罗 菲律宾国防部 签出了一笔价值3.75亿美元的合同 俄美指出 这笔订单预计交付之际 印度政府正在持续推动国内武器生产 并增加对外出口 东南亚是波拉莫斯导弹外销的目标市场 就是拿这个导弹来对付中国的 那么它拿这个导弹来对付中国呢 就可见这个 印度的这个嚣张的程度 所以我们这边呢 如果说不想搞乐战的 那么就是赶紧 先把五种台湾给他搞定 但是菲律宾他有这个导弹 菲律宾他今天他有核弹 他都不敢跟中国扔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这个动作凸显出 一个是菲律宾他要买这种武器 代表他要跟中国长期斗争 这两天菲律宾又跑到越南 跟越南签署什么海上海警联合什么协议 要跟人要牵制中国 所以我说过小越南 我们也是要防一手的 必须要防一手 必须要警惕他们的 对吧 对于菲律宾也是 对吧 他买这个导弹 必须去干嘛 越南之前也买了这个导弹 那么还有一个 你俄罗斯 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 不建立真正的 这个名义上的这个军事同盟 道理也是这个道理 即使是一起联合起来对付美国 相互之间 还是会有一些小动作 你在跟印度一起联合生产 这个武器再卖给菲律宾 对吧 所以老兵就讲了 中国人千万不要盲目的对俄罗斯 有任何的这种盲目的这种情感 民间往来往来也就够了 但是在国家层面 政治层面 大家还是要留点心 还有一个 包括伊朗 在这里我给各位讲 伊朗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反华的国家 你可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你到伊朗去旅游一下 你就知道了 伊朗人会对中国发出这种种族歧视的 就是民间 它的官方跟我们关系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的民间对我们 他们认为他们是亚利安人的白种人 高级民族 我们是低端民族 所以说你看伊朗 你到伊朗去旅游 我去伊朗旅游过的 我可以实打实地给你打包票 伊朗人到时候都充斥着 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所以说有些东西就这么吊诡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要搞清楚 所以说有些官方跟官方 民间跟民间 就像你柬埔寨 洪森当中共小弟 但是你中国人在柬埔寨 会被他敲诈勒索的 这一点大家都要明确 有些东西不要因为国家是好 我说过关系分为四个层面 国家和A国跟B国之间的关系 民间和民间的关系 所以它分为四种关系 这个我们要自己心里清楚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很客观的 那么印度呢 这是什么国大 这个搞国庆 在搞这个国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嘛 跟印度总林莫迪一起登上检阅车 这个法国呢 想抱印度的大腿 我想说 法国这个国家是搞不好的 你就是无非就是卖印度一些军火嘛 什么阵风战机 对吧 卖一些这种什么武器 所以说呢 这个 觉得印度这个市场它很看好 但是我也说过了 印度是外资的这个坟墓 只要你在那里去投资 除非你卖它军火吧 但是你要干别的什么事情 是很难的 很困难的 当然了 印度它这样做 中国也有这个反手 手段多的 对吧 比如说武装巴基斯坦 马上要这个隐形战机 要卖给巴基斯坦了 你印度买再多的阵风战机 什么狂风战机 在解放军的这个 这个歼三一面前 那么这都是拉起 那么还有一个 除了马尔代夫 向印度发动这个 莫迪认为的叛变以外 蒙加拉国也出手了 马尔代夫后 蒙加拉国也开始抵制印度 据日经亚洲网站 1月26日报道 在蒙加拉国海外 侨民以及国内反对派人士 都推动下 蒙加拉国国内反应呼声 越来越高 报道提到 至于去年 马尔代夫出现抵制印度的情况 如出一辙 该国新总统日日前正式向印度要求撤离驻军 本月7日的蒙加拉国国民议会选举中 现任总理谢赫 西哈纳领导的人民联盟 在已完成计票的298个选举中 获得222个议会席位 以压倒性多数获胜 已在蒙加拉国连续执政15年的西哈纳 得以开启第五届总理任期 日经压助称这档选举备受争议 前总理卡利达奇亚率领的主要反对党 蒙加拉国民族主义党 呼吁选民抵制投票 称其为骗局 因为此前西哈纳拒绝的反对党 浪迹辞职 并组建开入政府组织选举的要求 这种本地大选投票率为40% 较上去选举有大幅下滑 那么大家要知道 这个蒙加拉国呢 现在呢 这个也开始反映了 所以当时你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包括还有那个什么 有个国家叫科莫罗 在莫桑比克海峡那边的 就旁边是马达加斯加 那个国家我看到前两天 西方英美法也对他的这个选举产生了意义 认为是假民主 因为他们这个科莫罗 这个莫桑比克这个海道上的 这个海道海洋通道上的这个国家 也是个战略要地啊 因为跟这些年跟中国关系 发展的挺密切的 还有莫桑比克这些国家 接下来可能解放军会不会到那边 也去搞驻军啊 之前中国跟俄罗斯 已经到南非去搞军事演习了 所以我们的扩张路线 要达到莫桑比克海峡 如果莫桑比克海峡 也被我们的势力给控制了 那他妈他落到航旺角 这片他妈就把他卡死 搞死他 所以说为什么 对于科莫罗这个地方 西南印度洋这个地方的 一些风碎潮动 英国美国法国都高度紧张 像蚂蚱一样的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那个地方 说句实在话 所以说美国现在都派了 埃塞斯伊斯兰国到那里去活动 在莫桑比克北部 莫桑比克这个国家 他对中国也是个免签国 对吧 我之前还想去莫桑比克 因为莫桑比克我还没去过 但是我想算了 太危险了 所以说老兵就想讲 就是蒙加拉国 为什么之前他的选举会遭到西方 包括印度的干涉 因为这个政府比较亲中国的 这个老婆子比较亲中国的 所以他现在也要求印度驻军滚蛋 中国也在背后给他撑腰 当然了 说来说去 有一点我是不满意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亚投行 能不能不要再给印度贷款了 你这个金砖银行 或者这个亚投行 给印度在这里贷款 他回头他妈的 就是告武器来搞你中国 我们不能够这么稀释宁能 有些时候该敌对的时候 还是要敌对 只不过可能说 暂时性的安抚他 如果是暂时性的安抚 不想两个国家直接爆发大关 武装冲突 那也就这样了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在外围必须要绞杀印度 最重要还有一个 一定要想办法跟这个不单去建交 给印度他妈的 把他眼睛都给他抠掉 还有一个 所以我说过 这东西就是不对的 他一天到晚他妈的 那个逼 庇护打来喇嘛 我们他妈的也要支持印度共产党 支持他妈的 印度东北帮 这些分立主义势力 好好的搞一下 搞一下他们 大家来搞一下嘛 所以老刘兵就说过 对吧 印度之前他还在打 那个什么胡塞武装 这个傻逼 现在印度的船 他妈的都不让他过红海了 所以一群阿拉伯国家 跟伊斯兰世界都敌对 这个印度 因为印度他不是 在什么伊斯兰教的 这个庙上面建 他妈信的 印度教什么样 这个臭傻逼 他现在就跟伊斯兰 全面的全面方面 就跟他来搞敌对 现在中国都跟印度 百分之百航班不通了 签证拒签率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五的 那个给签证的是因为 有些厂商要请这个中国工程师 过去调试设备 才给的 所以说老兵就说过 我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敌对的这个政策 我觉得特别好 是要这么去干 对吧 跟印度就是全面连战 把他一圈小地 全部都给他搞定 对美国 就是中国 俄罗斯 伊朗联合起来 干美国 对欧洲就进行他妈的打击 搞他们 我觉得这个都是正确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